李在荣今天出席三星电子的公省 在首尔地方法院外接受媒体访问 说接掌董事长职务之后 会把三星打造成受南韩人喜爱的企业 他的爸爸李健熙在2020年过世 李在荣一直被视为三星掌门人 不过因为卷入行费 前总统普景会丑闻入狱 今年8月获得特赦 而为了这个接班 李在荣足足等了十年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